习则周三通话后 乌克兰总统官网26号晚发公告 其中两次提到乌克兰必须在1991年 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恢复领土完整 也就是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在内 结合公告一开始强调的 感谢中方对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 分析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电话中对此表示支持 如果习近平统一 甚至是支持乌克兰收回克里米亚 那就意味着习近平不同意 甚至是反对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 意味着习近平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侵略 支持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 乌克兰公告中还表示 所有国家不在战争中支持俄罗斯非常重要 其中包括军事技术合作和武器供应等等 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都会被转化为侵略的继续 分析认为 这里显然是指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问题 而这也很可能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 因为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 美国方面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 中共准备军事援助俄罗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而现在习近平对泽雷斯基承诺 不会军事援助俄罗斯 可能会迫使习近平之前对俄罗斯的那个承诺要落空 不过李沐阳认为由于中共一贯出尔反尔 承诺了也可能不会算数 果不其然似乎做贼心虚 也无法面对国内力挺俄罗斯的爱国一族 中共官媒出现诡异报道 首次报道只有16个字 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通电话 稍后再发所谓详细报道 却对谈话内容做了选择 对于克里米亚和军援的相关部分 完全进行了回避 分析认为西泽通话的时间点 恰巧是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 因言招货后不久 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与泽雷斯基通话 很可能是为了挽回被卢沙野破坏的中欧关系 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卢沙野讲这番话 他没有想到欧洲和国际社会反应会这么大 因为大家都要把他驱逐出境 相当于把整个中欧关系设底崩盘的危险 所以他现在习近平出来讲话 很明显就是为了跟欧洲的关系 就跟欧洲关系设底崩盘 所以他并有真正的真心生意的 想继帮过来 习近平其实迄今不愿意承认俄罗斯是侵略者 不追逐俄罗斯撤军 甚至不称此次的俄乌战争为战争 那他始终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不言可遇 那中共只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假和平使者 这个事实已经招然若揭 新台电视台记者韩非 特别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这也要起来 这事实上是缺乏取经锌的